本集中间三分钟懂设计的问题是 买房自住是许多人的梦想 也是一门大学问 掌握好屋框 预算到整体的优缺点 才能避开看不见的买房陷阱 大球设计团队将介绍新城屋 预售课便与中古屋翻新的三个案例 盘点装潢时需注意的细节 并透过具体案例分析运用的哪些装潢重点 创造美学与实用的生活质感 秘诀一 实验中古屋翻新 基础结构全面更新 33.8平中古屋翻新美式风空间 是首林屋主作为消息与度假之用 由于乌林达十年以上 设计师在装修前 特别留意天花板墙面等处是否有臂癌 或钢筋外露情况 整体将水电管线等基础工程全部更新 将外推的阳台向内缩 布园层与建筑结构展齐 将三房改为两房 斑品规划主卧室与校轻房 其余空间挪置宫领域使用 宫领域规划开放格局 让客餐厅与书房成为一大空间 由于喜爱下厨 特别透过美式线版的拉门规划独立厨房 避免油烟跑到客厅 两间外浴分别规划黑白对比色 并结合白叶窗 呼应屋主席爱情美式风格 秘诀二 新城屋的水区已建置好 仅为一条房间大厂 此案为34.7点两房 饭店风的新城屋设计 使父母怀给两个孩子入住 方便工作与就学需求 建商交屋时 请设计师协助进行验收 空间已配合厨房与厕所 只需微调其他空间格局 以符合物种生活现况 鞋柜兼具屏风机能 避免开门进窗的风水疑虑 避免贴上整排穿衣镜 让视觉更延伸 沙发后方利用玻璃隔间 打造独立书房区 穿透的隔间方式 让公里域更显开放 尺度延伸 收房间客房实用 将卧榻底部的泡面上方 再加一层薄薄的乳胶垫 创造接近床垫的舒适高度 并加厚玻璃隔间 大幅提升休气时 所需的明镜品质 秘诀三 预售进行课变 掌握预算 并且规划绝佳的实用设计 三属屏三房半电风 在预售屋阶段 便找设计师进行课变 将尺寸动线 维调成具机能的合理化空间 无零碎机灵角落 保留原件上配的抛光实用砖 并整式铺上木地板 平整度加并省下铺地板的费用 拆除原天花板 以白色为基底 梁柱侧边翻黑漆 营造调高杆 让视觉再延伸 将原本的四房调整成三房 其中一房变成开放舒房区 后方规划一道背墙 沿接沙发与中岛区 墙面铺成灰色指纹质地的美奈板 整合收纳柜与通往私领域廊道的隐藏门 呼应饭店风的细致质感 卧室依许屋主使用习惯 将床缩小 微调衣柜尺度 微调成舒适 好用的休憩环境 大姐设计团队 心里觉察屋主的生活习惯与需求 掌握不同屋框的优缺点 掌握精准的设计逻辑与美感细节 创造出发挥空间最大值的居家设计 担当下你能够制住 智商室的报道 你能够制住 那一时 我会被急于 把饭炼了 你能够制住 你能够制住